词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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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一次的中韩围棋邀请赛 盛景初无论胜败 他都会引发新一轮的热议 那么有关盛景初这个人物啊 大家也耳熟能详了 那么我就不多做介绍了 今天最重要的一部分 就是这个 本人将语达郑重邀请程毅小姐 今晚七点整共进晚餐 又非常重要的事情 请务必接受 搞什么鬼 这小子该不会是因为 上次亲了一下 就要跟我表白吧 程老师 您在这方面那是专家呀 所以我还是想听一下您的想法和建议 程老师 程毅 嗯 抱歉啊 我们说到哪儿了 程毅 我们刚才在说 希望能在比赛之后 能争取到对盛景初的访谈 不过这个可能 就得靠你了 我认为还是观望一下比赛情况吧 如果他这次还是发挥失常的话 我没兴趣用八卦抢占冠军的风头 但如果他表现得确实可圈可点 我倒认为做一次访谈也是有意义 有价值的 今天的工作也差不多就这些了 大家各自先忙自己的吧 好的 徐总 我看你今天脸色不太好啊 是不是最近一直构思新的节目方案 太辛苦了 我没事 我挺好 那这样 一会儿你好好回去休息一下 我开车送你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啊 看这架势还真是要表白啊 怕什么 告白的事你见多了 该怎么说怎么说 大方拒绝就行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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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发微信说有重要的事儿吗 你脸怎么红了呀 是不是生病了 干嘛 有事没事没事我走了 不 我真的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事要跟你说 坐下来说吧 我真的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事要跟你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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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大家理智发言 不要把自己过激的情绪发泄在不适当的地方 现在正是熊猫调整的关键时刻 网上这群人本来情绪就不太稳定 可不能再招惹他们了 万一闹大了让熊猫看见 又得担心 喂 熊猫 怎么了 怎么不说话呀 阳亮 你说话跟我说 是不是心情不好 没有啊 你不知道我看到你有多开心啊 那明天 我带你去吃好吃的 一整天没见你了 快想你了 我们最近可能没办法天天见了 为什么 因为我现在在忙我的事业啊 现在正好是小狐狸2.0上线的关键时期 你不是也正在研究新的比赛思路吗 武侠小说里面 主角练功可都是要闭关的我 所以你要闭关 把我也给闭关了 现在是中韩围棋邀请赛的关键时期 你就好好在家里面练棋 等到你比赛结束之后 我们好好地去放松一下 既然小狐狸这么替我着想 那好吧 那我加油 拜拜 不许可 昨日 新雅北围棋锦秒赛顺利结束 原本最具有冠军项的盛景初九段 怀疑受到感情生活影响 延续围棋联赛南京站的低迷状态 再度手轮暴露出去 而凭借较强实力与稳定发挥的姚科九段 在围棋联赛南京站立万防澜 带领九州获得胜利之后 再次拔得头筹 勇夺新雅北 这也是姚科九段十年来 在首次与盛景初 同台竞技的情况之下 获得冠军头衔 哥 哥 你知道吗 现在啊 到处都在播 你头冠军的新闻 就这个 我刚刚在超市都看到了 你看 太棒了 哥 盛景初啊 盛景初 以后属于我的新闻礼 不会再用你的名字了 盛景初啊 盛景初 进 怎么了 程丰收派我给你送杯果汁 谢谢 其实 她是看见电视和网上 全都是关于 星亚背景标赛 盛景初再次提前出局 姚科夺冠的消息 有点担心 所以拖我过来问问你 姐 你让爸放心 熊猫没事 其实不只是爸 我也有点担心 我也有点担心 真没事 你放心吧 我倒不是担心盛景初 我是担心再这样下去 舆论的风向会变 中韩维棋邀请赛 马上就要开始了 我担心 我担心有些人会针对你 姐 我又不是没做过媒体 我知道舆论是怎么一回事 在网上发表攻击言论的那些人 不就只是看到了一些片面的信息 所以就开始妄下结论 然后呢 就开始享受自己高仁义的 指点江山的快感 我想想都觉得他们可怜 所以呢 他们说什么 根本影响不了我 小丫头现在境界挺高啊 那 那 你万一要是受了什么委屈 可不准瞒着我啊 其实 我是有点怕 怎么了 怕什么 我倒不是怕网上的人说我 我是怕 熊猫因为我而牵扯经历 这你倒不用担心 盛景初已经是成年人了 他要连这点定力都没有 以后还怎么做一个 优秀的棋手啊 所以啊 我决定了 我要在他比赛之前 都见谅少见的 不想他呀 我当然想了 但是这次邀请赛 对他来说真的很重要 所以呢 只要我等到他修炼成功就可以了 还真是哭了我们家治疗了 把果汁喝了早点睡觉吧 孩子真不容易 全国业余锦标赛准备得怎么样了 全国业余锦标赛准备得怎么样了 吃完饭就马不停停地回来认齐了 这次邀请赛准备得怎么样了 拿冠军是不是特别难呀 对啊 高手还是挺多的 但也没办法嘛 那个 错过了夏季的定段赛了 我听说定段赛 只有百分之十的可能性 那你这个 岂不是只有百分之一了 差不多吧 不过 我还挺有信心的 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机会 我也绝对不会放过的 那你备赛期间如果要是 有累的时候 或者是不开心的时候 也可以把我当成你的小树洞 就当我还你这个人情了 我心态没问题的 放心吧 也不早了 你早点休息吧 我继续练气了啊 晚安 江玉达 打败他们 不拿冠军别回来见我 不拿冠军 真命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看我们的棋盘横竖各十九路 三百六十一个交叉点 这不正是个四方世界的小小宇宙吗 这里边蕴含着世间的四时流转 互相支撑的微妙平衡 我们中国人呢 自古以来最讲究的就是 顺应天时地利 阴阳中和 你刚才说要找那个最佳的一手 其实呢 也就是要找到这盘棋 本身的中和 只要你在恰当的时间 恰当的地点做出恰当的决定 即使是最普通的一手棋 也会得到惊人的改变 布里外上 这次中韩围棋邀请赛的对阵表 怎么还没出来 小岚啊 你又不参加这次比赛 干嘛那么紧张呢 我在替你紧张 这次比赛可是今年最后一次 也是最重要的比赛了 连韩国的曹显罗老师都出山了 他可是师父的劲敌 赵延勋 欧爸的恩师 而且这次延勋我爸也会参加 你忘了你每次跟他对议 都是什么后果了 怎么了 小岚 你现在已经是有男朋友的人了 你能不能不要再叫别人我爸 我习惯了 这个习惯非常地坏 得改 你就不 不改就不改 你没有听到我说话的重点 你这次万一又对上赵延勋怎么办 碰上就碰上呗 只要你不再叫他我爸 我肯定不会输 你说的 嗯 我说的 充个电 没充吧 再来一下 充电是吧 两碗好啊 慢慢充啊 快吃吧 这又是两碗 哎 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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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首轮对的是韩国新秀李永哲 小景师兄对曹显罗大师 姚科师弟对大师兄 你 你怎么会在这儿 终喊我一起邀请赛嘛 我必须得参加一下 我知道 我的意思是 你怎么会在我身上 你怎么会在我身上 在我们家门口 因为我 忘不了 我忘不了 跟你一起吃饭 同吃同睡 是一起下围起的 美好的日子嘛 哎呀 我替他吐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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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 好 开饭了 首先 多谢盛景修七爽 我替他吐开 我替他一个大约 神野 一切 我替他 为别再去 对 我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就不走 叫允训不走了 不行 生进出你 生进出谁 你就让我住在你这边吧 我这 你这怎么办 那也不行 如果你非要让我这么走 我只能在中国涌入街头 而且我喝了这么多的酒 被坏人抓走了怎么办 我 他唱 什么 那就住吧 真假 真的吗 这样吗 真的吗 那 那我这次都不睡这个上班上了 好 我要先那个房间 你的拖鞋 送你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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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哥 你在看什么呀 怎么这么高兴 抽签结果出来了 谢长安 你首轮队太哥 他可是出了名的一轮游 我的大师兄啊 盛景初 盛景初 你的好日子到头了 我的好运气 来了 来了 你这儿 张晏勋真的要在你这儿住着了 嗯 所谓不肯走 我怀疑他四几下肯定和嘉藤老师交流过耍耐心的 其实上一次把他给轰走 我也有一点点内疚 那他人现在在哪儿呢 听说你要来 去菜市场买菜 只要给你做一次正宗的韩国烤肉 连菜市场在哪儿都知道了 看来 平时没少在你这儿干活啊 不过 他在你这儿住着 真的不会打扰到你吗 你守龙对战的可是大师曹显罗呀 其实还好 每天陪我拍摆机 毕竟 他是曹显罗的徒弟 梁梁 说起比赛 那一天 我希望你不要去现场 为什么呀 我都忍了那么久不打扰你练棋 那么重要的比赛我真的很想去 就是因为太重要了 所以你才不能出现 了了 我这次对战的是 韩国大师曹显罗 和其他国内的选手不一样 赢了还好 班红一说了 你在现场 肯定会成为所有媒体人的焦点 我不在乎 我在乎 好 了了 就当是为了我 那你要答应我 一定要好好照顾好自己 一会儿啊 就先把这个汤 乖乖地喝完 保证好玩 等一下 我把鸡蛋弄得 里面晚上要喝汤 大冬天的你穿这儿 你不冷吗 不是 但我买了这些烤肉 要怎么办呀 简单呀 交给我 我来做卤肉 一天给它做一块儿 反正呢 之前同意它的人都是我 我去 哎 盛景初 啊 你女朋友 该不会是我抢了她的火 生我的气吧 我抢了她 哭给我 我给你 等一下 等一下 你把我的所有的材料都拿走了 那我晚上吃什么呀 我教你啊 出了门 迈开腿 朝着西北张大嘴 今天本年度最后一次围棋盛市 中韩围棋邀请赛隆重开赛 本次参赛的棋手共有八人 分别是韩国的曹写罗九段 赵延勋九段 李永哲五段 以及中国的谢寒舟九段 盛景初九段 姚科九段 曹熹和八段 谢长安三段 今天这四盘对局 相对更加引人注目的有两组棋手 首先是曹熹和八段 与赵延勋九段之间 多年来的溯源 我第二 我第三 都圆了 嗨 围棋界的这 小岚 好久不见 还是这么漂亮 渣男 夸你帅呢 说你真帅 你也很漂亮 这得有没有东西 警告你啊 别人没事 是过来碰别人的女朋友 那下次见哦 不是我是吧 赵云轩 一般准备在今晚 不喜欢我 快点 你说什么呢 吉里瓜达的 不是 你有本人 你有什么德语 罚语阿拉伯阿拉丁 你再说一遍算你厉害 姓陶欣 姓笑 请问 您对这一次的比赛 有信心吗 从以往的比赛来看 曹熹和每次对上赵云轩 似乎都必定令人费解地发挥失场 不知道这是否就是 棋手之间的相克 大伙你可一定要稳住了 一局打败赵云轩 省得他们老说什么 他磕你 红妆 放心吧 没问题 时间差不多了 我先进去了 等一下 下 红钟 不是那个红钟的钟 是我钟意你的钟 加油 加油 哥 哥 快醒醒 比赛都要开始了 我睡着了 是吗 你刚刚小睡了一会儿 刚刚都有点打呼噜了 昨天晚上 研究操险了 我在启夫研究到台湾了 没事 反正大师兄嘛 出了名的一轮游 你等会儿赶紧第一个出来 咱们回去再好好睡呗 好 罗妹 一会儿手机我也不带进去了 麻烦你帮我保存一下 哦 这手机 长安 嗯 你一定能赢的 我在这儿看着你 等你凯旋 啊 一会儿见 焊老 哎呀 您请接 嗯 聂老 好 聂老 好久不见了 您怎么来了 我来给你加油 不是 马上要跟曹显罗比赛了 来给你加油助阵 不喝 不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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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曹这么大岁数了 还得参加比赛 你赶紧把他赢了 也让他早点休息退休了 您是在担心我吗 你的棋我最近也看过 很通透一点 大机关也不错 只要发挥出你的水平来 应该你没有什么问题 谢谢您 其实我还有挺毒不足的 你不用太客气 年轻人除了要谦虚以外 还得有点霸气 你只要充分地 把你的谦虚和霸气 运用得好 没有什么问题 好 我就说这么多 给你鼓劲 走了 不用送 不用送 肯定能赢 谢谢大家 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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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的 谢谢 谢韩州九段 作为大师 对战年轻的李永哲五段 以及姚科九段 与身为九州大师兄 却在大赛中 成绩了 请两位才先 终不胜理想的谢长安三段 这两场比赛 就显得没有太多悬念了 而另一场备受关注的对局 在韩国围棋泰斗赵延勋的恩师 曹显罗九段 与盛景初九段之间展开 不过 基于盛景初此前一系列比赛中的异常状态 获胜的希望恐怕很是渺茫 现在四组对局已经开始 让我们先来关注 曹熙和与赵元勋的比赛 两人上次对局 就是赵元勋执白棋速胜 今天曹熙和再次踩中黑棋 下出小林刘布局 白棋马上打入 黑棋烤鸭 果然 两位快枪守在布局阶段 便开始针锋相对 互不相让 曹熙和今天看上去状态不错 情棋果断 朝朝犀利 现在 这块白棋的处境是非常的危险 赵元勋明显感受到压力 放慢了情棋节奏 步步场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本局比赛 曹熙和八段胜 真没想到曹熙和八段这次为大家上演了一场如此漂亮的直线屠龙 干脆俐落地赢下了比赛 戴 曹熙和 这次终于没有看不惯我了 看了这么久才发现 其实你也没有什么好看的 让我们恭喜曹熙和八段顺利晋级 同时谢韩周大师已经不出所料地完胜了李永哲 姚可九段与谢长安三段的比赛正在激烈进行当中 目前究竟谁胜谁负尚无定论 姚可这么自信满满 显然是已经看到了活蹄的办法 黑蹄自身也有薄味 想吃白蹄还是很有难度 一路以作用最重要的 如果小文贵车也就这么则 白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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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步棋真是又狠又准 显然姚科没有算到这一步 切长安用一记冷批的杀招锁定胜局 一招不慎满盘皆输 看来姚科九段是要淘汰出局了 大师兄真帅 谢谢 谢谢 大师兄真棒 你赚赛正式比赛要赢了 赢了 大师兄 我这儿解出封印了呀 解出封印 可以这么说 长安 如美 恭喜你啊 谢谢 你下围棋还是和以前一样 大师兄 此相亲你 我们走吧 哥 哥 你没事吧 小谷 比赛看了吗 看了吗 你知道我输给谁了吗 所有打赛 手轮共有谢长安 哥 哥 你干吗 目前四组对局 仅剩曹显罗九段 与盛景初九段仍在继续 韩国大师曹显罗 其风素以诡谓凶险中称 对手稍不留神便会落入圈套 使得原本大赢的棋便为大输 被戏称为鬼头刀 蝴蝶香脸啊 蝴蝶香脸啊 枝燎 唤醒夏夜的 旋落 黑的白的 烧残的颜色 伸出手去触碰不到的 那些美的 早遇忘了 因为你有开数到 你的出现 照亮我的世界 温暖我的眼 叫我看见 生命就像蝴蝶 破绽后才能飞远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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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回答你给的好 呀 啊 啊 啊 controll 常常的雨季的爱 整个夏天的坠白 真的哭得 一切未知了 在你身边都有了颜色 就算你疯 也不会太爽 是你给或是的力量 啊 啊 啊 找回记忆的围绕 啊 啊 啊 为爱祈祷 你的初生 照亮我的世界 梦乱我的语言 叫我看见 生命就像蝴蝶 破坏之后才能飞跃 你不存在 唤醒我的从前 拥抱我的未来 叫我知道 谁都不是孤岛 伴着我离开奔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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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小的梦碎的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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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我最重要的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